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第一盘要为大家讲解的是黑龙江的王琳娜对浙江的金海英的一盘棋 那么按照惯例咱们还是先来欣赏电子棋盘演示的过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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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黑方下炮八平四 黑方走的是属于过宫炮 应该说我们经常也讲一些仙主的一些变化 红炮仙主以后作为黑方的阴护的方法有很多 常见的足底炮是一个比有常见的一个大规模的选择变化 当然包括阴护仙主也可以选择对挺七足 包括这个马八进七以及说是炮八平四也可以 当然也有选择着炮二平六等等一些手段 这样说是作为后手一方走的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炮八平四 一个反攻炮的一个特点 它的特点也就是说根据对方挺起七平以后呢 将来肯定要形成个马二进一边马 再通过你这个将来马八进以后 这个炮二平三抢先巧过这个三珠以后 快速出动自己右翼的居 或者将来这个马八进七居于九平八 也是个快速出子的一个方法 那么红方接走马二进三 红方正马马二进三 对黑方跳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红方居一平二 就这样的红方是根据黑方是左子右翼以后呢 快速出动自己右翼的子 这样的红方的居和炮 根据黑方出子的一个情况呢 应该是能走在黑方居的一个前面 这也是从布局这个理念来讲呢 是一个常见的一种选择 黑方走居九平八 黑方居九平八 红方下炮二进四 红方在根据炮二进四以后 一直压缩居的空间 在根据以后的形式 适可的如果能形成这个冰三进一 那么红方这个所形成阵型呢 应该说肯定要好于黑方 所以这个进炮风具以后呢 正常的情况作为黑方呢 多数挺起这个切入一个足 火马路 防止将来再有其他人做配合 包括炮八平五 或者是炮八进四 或者是马八进七 马七进六 这中路形成对黑方的一种攻势 嗯 那么本盘旗呢 实战黑方也是下的逐七进一 逐七进一 这正常呢 作为专业骑手来说呢 这样的骑都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一手骑了 红方跳马八进七 红方也是既然选择了这冰淇淋 最后还要通过上正马 所以一旦将来你形成炮二平三以后 他将来也可以选择的外马峰居 再飞起向支起室 居九平六 强行出类居 进行盗修和这个牵制 也是目前作为红方的说 可以选择这种骑 二一个说炮本身描正马 即使红方有其他选择的话 正马也是务必要先上来 再根据情况将来可以选择这个马七 进六 说你要是炮六进二以后 通过炮二平三 强行的压马 说如果你杀过去 那么将来炮有打底向抢先的骑 你当你飞起向以后 他又可以强行的形成马四 马六进四 这个也是说这种阵型 红方应比较好的一个进取的一个方向 黑方接走马二进一 说这样黑方还是编马屯边 红方居九进一出了一个横居 红方也是在观望 因为这个飞起向来以后 是也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变化 包括炮二平三 将强行出局 上马之后 他有个进炮打马等等一些手段 包括进炮干扰 也是一个常见的一种骑 那么他根据这种情况 先选择居九进一 让那个居具备一定一个灵活性 根据事态的发展 将来可以选择这个居九 平六捉炮 就可以通过捉炮以后 倒行额的去牵制对方的一个 倒行